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之下 其实办理绿卡身份可能要的钱要少得多 需要提前布局 不管是否有绿卡身份 申请美国大学竞争也都越来越激烈 一年比一年卷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我看到的注意事项 前几年我的大女儿她申请大学 我们被MIT 耶鲁 宾夕法尼亚大学 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 芝加哥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等等录取 我写过这方面的介绍文章 后来被很多地方抄去 有的呢 篡改 有的呢 被有的中介直接就作为他们的辅导的案例 那这个当然很不合适 这一次呢 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介绍一下 那另外呢 我的小女儿啊 今年呢 大学入学 高中毕业 根据相应的经验 以及呢 我们的建文了解到的上百个高中毕业生 2024年毕业申请大学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呢 总结一下重点 注意事项 那最重要的呢 还是高中阶段的GPA 很重要 那一般呢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第一嘛 要保持尽量吧 接近全A啊 或者说这个分数 这个叫安慰的GPA啊 就是说不算加全的 对吧 这样的呢 你如果去全A 那么GPA就是4啊 你如果中间有A-啊 B加啊 B啊等等啊 那GPA就会低一些 所以就有的人呢 是3.8 3.9 3.95等等啊 如果说呢 要上美国 比如说排名前20位啊等等啊 像这样的大学 那么一般呢 就没有加全的安慰的GPA 一般至少要3.9以上 然后往往还要更高 那然后呢 如果你上的是honors课程呢 GPA呢 A的话可以按4.5来算 如果是AP的课程呢 GPA可以按5来算 所以呢 这样的位的GPA呢 一般会高一些 这是美国高中的一般的算法 尤其是公立高中 私立学校呢 有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算法 中国大陆的学校呢 也有他们自己的情况 但是呢 如果美国大学 曾经从这所高中录取过别的学生 那你相应的参考也可以了解到 那么这样的加全的纪点GPA呢 那这个高的呢 可以有到4.6甚至更高 其他的有4.4 4.5 当然也有4.2 4.3等等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个GPA呢 要相应比较高 至少呢 可以被比较好的公立大学来录取 比如说UC博克利 UCLA 密歇根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这个U of North Carolina 等等 像这样的这个好的公立学校 那如果说我要上这个 比如说美国排名20位啊 十几位的 或者更高的这样的私立学校呢 那么一般还要有其他的突出的地方 那除了GPA以外呢 比如这个选课的难度啊 那有一些人如果你上了这个AP课程 比如说AP Chemistry AP Biology AP US History AP Calculus AB Calculus BC AP Physics AP Economics 等等 像这些 还有比如说AP Computer Science AP Statistics 当然也有语言类的 还有别的Psychology 也有艺术类的 AP Government AP World History 等等很多 那么我们知道呢 AP课程和AP考试是两回事啊 那一个呢 你在学校里上比较多的AP课程 可以提高GPA 如果选比较多的AP的考试呢 是College Board 美国全国同考的 参加比较多的AP考试取得好成绩 比如说大多数是5分 这样呢 有可能取得大学的学分 另一个呢 对于申请大学有利啊 那么有这样的AP成绩 其他的呢 有课外活动 有一些这个竞赛获奖 有可能能够被美国比较好的私立学校啊 这个排名在前十位 十几位的这样的私立学校录取 如果说我要上哈佛啊 斯坦福啊 这个MIT啊 等等啊 像这样的这些学校 我们看到的呢 一般是两种啊 要么呢 是全面各方面都比较强 六边形战士啊 他这个research啊 这个获奖啊 竞赛啊 然后课外活动啊 都很强啊 然后还有比如体育啊 等等啊 或者呢 就是德国全国类的大奖啊 那这个呢 如果一般的像AIME之类的 可能还不够啊 那你比如说入选 全国的集训队啊 等等 或者有其他的国家级 国际的奖项 这个呢 对于华人 中国人的这个申请人 可能尤其是如此 基本上呢 我们了解到的 这个呢 是GPA上的课程难度 课外活动 竞赛等等 其他的呢 那当然还有标划考试 SAT或者ACT 这个呢 一般达到比较好的分数啊 比如1550以上 或者SAT 或者是ACT34以上 就可以了 那更高 当然更好 但是呢 一般来说 这个不是必要条件啊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知道过去呢 还有SAT专科的考试 现在都取消了啊 所以这样呢 这个AP课程 也相应的更重要 那么文书呢 这个IC呢 我们知道现在呢 很多这个IC 有的人也会用人工智能啊 相应的来准备 那么现在比如说 像Duke等等大学 都讲到呢 就是说 他对这个IC呢 相应的就不平分 那么当然IC 你还是需要讲到 个人的一个成长经历啊 特殊的背景啊 或者这个爱好啊 一般人认为呢 文书啊 这个IC呢 不见得要和你的学业的 这个成果直接相关 因为这个已经在其他地方 都已经有描述了啊 所以你要更多的讲到 这个个人 怎样的独特啊 但是呢 IC对每一个人起的作用 有很大区别 对有的人可能很重要 对有的人相对就没那么重要 对于公立学校呢 可能重要性要低一些 道理很简单 公立学校每年申请人数特别多 往往没有足够的人手时间 来仔细看 所以对公立学校呢 这个GPA分数相对就更重要一些 那像前面提到呢 我们西位名誉所帮助很多的申请人 办理了美国绿卡和签证 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呢 就是说呀 孩子在美国发展 上高中大学等等啊 所以呢 也有一些申请人 从这方面 比如说咨询我们 包括说呀 我的孩子现在办会不会超龄啊 能不能跟我一块拿到绿卡啊 或者说我拿到绿卡以后 孩子怎么样办身份啊 或者说在中国办绿卡 孩子先到美国上学 会不会有影响啊 或者说我怎么样用某些签证 能够在美国长期的陪孩子读书啊 等等啊 这个呢 我们此前有一些文章和视频讲到 如果有更多的具体问题 包括大学申请 以及怎样和个人的绿卡申请 签证办理衔接起来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